师父涅槃前未发布的经言四 如果你不懂因果 你就会长寿因果的苦头 吃足因果的苦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躲得过因果 怪灵性也没用 怪其他的都是在躲避 躲避是没有效果的 只有积极地去除恶因 不造恶因 方得善果 短短的因果两个字 可以道出天地之法理 所以人最可怜的事 总是去找理由来回避自己的因果 这样就造下更多的因 一旦果形成了 你想改变这个因都来不及了 就像一个产品已经造出来了 你想不让它成形也不行了 唯一的就是等待果报的来临 所以去讲别人不好 讲理由 怪别人 都是不懂因果的人 因果报应 那是天地法理 谁都动不了 所以怪别人 找理由 全部都是在中阴 继续在中恶因 接下来 会有更大的果报 就像一个人 做错事情 必须自己承担 自己的罪业一样 不是说 你不想承担 就不承担了 因为 这个果 已经在那里了 因为你的因 已经造下去了 天地法理 不可逃 众因得果 夜难消 求诸于人 心夜造 真心忏悔 就夜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